市政報告提出 春年在選定小區 推行聯下聯館試驗計劃 安排同一物館公司聯合管理鄰近的三毛大廈 事件局2022年起已經推出類似計劃 但至今只有兩棟大廈成功聘請物館公司 困難是在哪呢? 歡迎收看時事當面看 現在全港有近3,000棟三毛大廈 這些大廈因為沒有業主立案法團 困難協調聘請物館公司管理 但過往要參加聯下聯館其中一個要求 正正是要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政府未來要推動計劃 可以如何協助三毛大廈成立法團呢? 70歲的關先生住在旺角這棟樓齡超過60年的大廈 雖然要走足7層樓梯回家 但是他說很滿意這個安樂 因為這裡住在旺角又有感情 交通又方便 便利去哪裡有地鐵有成的 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到 我覺得這裡是很好住的 不錯 空間都大 如果我出去買層樓 買不到這些間隔 但是大廈公用地方就曾經出現鼠樓 渠墓等不同的問題 由於無編請物館公司管理 過往有問題的時候 關先生都會一力承擔 不過他就說其他業主對這些問題似乎不太著緊 因為這裡差不多佔了六成的劏房 那些劏房的業主是投資的 正牌就是投資的 他不管你的 你有什麼他都不關他的事 總之每個月有蘇州 有蘇州就可以了 那他不管你做 你單大廈搞成怎樣他都不管了 但是我在這裡住 我在這裡住 如果我不弄的 那就搞到無尊脹氣了 截至2022年 全港有2943棟三毛大廈 即是沒有立案法團 沒有業主或者居民組織 以及沒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的大廈 主要分佈在油尖旺 九龍城和深水堡等 事件局2022年開始籌備聯下聯館計劃 協調和區三毛大廈 夾粉聘請管理公司 從而減低管理費 遲些會找清潔公司來倒垃圾 那就不需要自己拿去倒垃圾 65歲的方先生住在九龍城這一棟大廈 是其中一棟參加了聯下聯館的舊樓 倒垃圾等的問題 未來會有管理公司跟進 除了日常管理 方先生說以往由於沒有管理公司 住戶之間很容易因為維修等問題出現爭拗 幾萬元就換過大閘 我們就自己拿出來先弄了 又要找人跟他們說 找哪間公司來做 他們又同意嗎 告完之後又要夾錢 這裡才麻煩 有些又不肯加 不關我這些事 又不會夾錢做 參加聯下聯館之後 他們和七間有興趣參加計劃的物館公司會面 最後選了其中一間 每個月服務費138元 方先生估計 加上公眾地方電費 清潔費等其他費用 每個月管理費大約300至400元 當然會好很多 他們會主力幫我們發那些業費單 或者跟我們收那些業費 如果有些業主不肯交的維修費 他們都會幫我們追收 早兩天開會跟他們說 我們的門股壞了 他們就立即找人來弄回了 很快去 即是不會說 擺了在那裡 整年都沒有人會來 即是有管理公司 我跟他們說了 他們會立即幫你做 根據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數字 現時全港有780多間持牌物館公司 超過14000個持牌物館從業員 為全港不同類型物業裏面 超過240萬個單位提供物館服務 買保險都搞定了 早兩天才開一次 那也不錯 但居民最擔心的就是管理費 有份負責聯下聯館計劃的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說 參加照標的管理公司 計劃每個月收取服務費38至500元 學會解釋 計劃給物館公司一次過管理幾棟大廈 減低成本 那個成本可以是兩三四個大廈分攤了 或者維修 找個技工下來一次去不同的大廈做維修 所以成本相對會降低了 近年很多科技的發展 可以支援搖拒監控管理 例如我們有些閉路電視 門制 有一些通告板 這些其實都可以透過遙距去控制 所以令到管理公司也更方便 減低管理成本 他說留意到不少保險公司 針對三毛大廈的保費都會較高 聯下聯館也有助間接下調保費 大廈有管理 即是說大廈的風險會相對減低 保險公司願意去承投大廈的公共責任保 那個收費也能下調 正如這個大廈 方先生也跟我們表達過 之前有報價就要收17000元的公共責任保險費用 但是經過管理公司協調和招標 拿報價 最後現在是7000多元 就可以買到公共責任保險 計劃推出大約兩年裏 有四棟三毛大廈的業主 曾經表達有興趣試行聯下聯館 但其中兩棟 因為未能獲得大廈過半數業權通過 聘請物館公司 最終要退出計劃 黃寶珍說 要參加聯下聯館必須有業主立案法團 但三毛大廈本身正正難以組成法團 認為政府長遠需要調整計劃 有一些大廈可能業主真的不住 只有租客 如果沒有得足夠的業主支持 可能達成不到共識 政府可能要考慮一些立法 對一些樓來不高 又或者狀況很遠階的 需要強制找業管理公司做管理 新一份施政報告指出 民政事務總署過去兩年先後在九個地區 協助三毛大廈成立大約100個業主立案法團 計劃明年在選定小區推行聯下聯館試驗計劃 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主理 由立法會議員相信 計劃可以為三毛大廈的管理問題提供新方向 是如何優化 甚至是否需要修改法 因為現在我們大廈的建築物管理條例 究竟適不適合在聯下聯館的狀況下去處理 包括業主的參與是怎樣 我想這也是需要在實踐中 找到一個具體的未來所行的方向 可以整個區域組織一個業主組織都可以 我們可以在未來探索這些可以走的路向 針對三毛大廈較難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問題 梁文廣說以他們的經驗 只要看到有成效 其實不少業主都願意夾錢 另一方面 過往物管公司未必願意管理三毛大廈 梁文廣建議政府參考內地經驗 在計劃初期提供資助 我們之前其實都曾經回過內地 我們去過上海看過一些小區 一些舊區其實一樣是很殘舊 年紀很大找不到很多業主 政府可能協助成立一間管理公司 或者找管理公司去做一個管理 參考這種經驗去將它轉過來 其實真的一開始的錢可能由政府去先做一些承擔 但到一個期限裏面 讓居民見到有實質的改善 我相信業主是願意參與的 事事當面看 今集成人夠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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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